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欢迎 说到上医院 有时候还真的是毛小孩大忌 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 但可别以为 爸爸妈妈会放过你 把兽医请到家里来 亲自诊断 那我会发现 其实狗狗到了诊所 都会比较害怕 那我会觉得 如果能让医师 来到我们的家里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模式 消购也不会那么紧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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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医道福近来赶上宅经济风潮 针对没办法出门 或不想出门的宠物 做非侵入性诊治 菊凡抽血 凉血压 测心跳脉搏等 一次搞定 他们其实有些检查 不一定要在医院才能完成 比如说外耳炎的治疗 皮肤病的治疗 像这些比较没有侵入式的治疗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的狗 养了也有比较年纪大一点的 那其实我比较希望的是说 当最后那一刻 他是可以在他最熟悉 然后家人全部都在一起的 一个环境之下 帮忙小孩看诊 也不是只有打针这么简单 兽医得提早到场 陪他们玩玩或喂食 建立一下感情 将官设备更要随身期待 开业以来 平均一天赶四个地方 猫狗各半 医师透露到俯瞰诊 也不是每次都顺利 不是猫躲起来 就是差点被狗咬 四处想腾奈毛孩 最好先评估一下 他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